知情人士有透露說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楊潔篪 他本週將會到瑞士 跟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舉行會談 要尋求就是重建 兩國的溝通管道 而且雙方可能會會談 就是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以及美國總統拜登 舉行峰會的事宜 彭博資訊是引述了南華早報報導 知情人士表示說 楊潔篪在5號飛往瑞士 可能在6號與蘇利文舉行會談 而且習拜會當然就是討論的事項之一 拜登跟習近平主席不到一個月前 曾經通過電話報導指出 楊潔篪跟蘇利文舉行會談的目標 是重建華府跟北京之間的溝通管道 目前雙方在經濟還有政治領域 都發生了摩擦 的確美國總統拜登上台之後 還是不斷拉高抗中的力道 但是就被說美國早就沒有底氣了 所以拜登拉著盟友抗中 我們來看到歐洲的部分 之前就因為AUKUS而失和了 傷害了跟法國的關係 國務卿布林肯緊急飛到了法國 要來彌補關係 印太地區我們看到拉著日本澳洲跟台灣來抗中 也把戰場帶來了這邊 美國又拉著英國日本加拿大 需要能夠跟大陸多幫點忙 多買一點美國貨來刺激自己的經濟 因此就急著想要跟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談 所以剛剛說的這些圍堵 有一些都是大國博弈的花拳秀腿 拜登真的是需要大陸幫忙嗎 美國盟友如果會錯意的話 跟著美國一直抗中 他如果轉彎不打方向燈 這些盟友們恐怕就撞上了電線桿了 美國可能會幫你撐腰撐到底嗎 恐怕這些盟國到頭來是一場空嗎 我們先說拜登為何急著要跟大陸解決 關稅的問題呢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他4號的時候表示 未來幾天將要和中國大陸副總理劉鶴 舉行視訊會議的坦承對話 討論大陸沒有辦法信守 美中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的問題 美國也會計畫啟動的程序 解除某些大陸產品 遭到美國加徵懲罰性關稅 要協助美國勞工 還有企業 戴琪是在4號的時候 在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他發表了演說 他就談論到了這一些關鍵的議題 他說呢 這個拜登政府的大陸貿易的策略呢 其實拜登 其實他們有特別說 美方是無意要激化 跟中國大陸的貿易緊張的一個局勢 甚至他也說呢 美中的經貿關係有著深遠的影響 而且呢作為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我們之間的關係呢 不僅會影響到中美兩國嘛 當然還影響著怎麼樣 全世界還有數十億的工人 美中呢在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的效益呢 有好有壞 但是他會確保中國大陸落實承諾 同時也會動用所有的工具 捍衛美國經濟的利益 包括可能是情況啟動301的調查 但是啊其實大家都知道 美國明明想談 但這個時候呢 又不忘墊高自己的籌碼 說301的一個調查 但是呢拜琪還說 不會就大陸的國家補貼 還有其他結構性的問題呢 尋求第二階段的協議談判 聽得出來呢 其實態度放軟的不少 畢竟是美國需要大陸幫忙的 像是呢大陸的商品 平均被你美國課了多少 百分之19.3%的稅 但是大陸挺過來了 例如呢 大陸商務部的發言人高峰 曾經發表過數據說 今年呢1到7月中美雙邊戶的貿易額呢 同去年同期還增長了40% 其中呢大陸從美國進口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4% 對於美國的出口呢 大陸出口到美國 也增長了36.9% 這充分就表明了 中美兩國具有高度的互補性 所以呢雙方的經貿合作 符合的就是兩國 還有呢兩國人民的利益 高峰強調 中國大陸始終認為呢 美國你加徵關稅 當然不利於中國大陸 也不利於你美國 所以是欺商權 也不利於呢世界的經濟復甦 所以您認為美國打貿易戰 是否是徹底失敗了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按讚 還有分享我們的影片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今天在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就拜登政府的中國大陸貿易策略發表演說 他強調中國大陸沒有達成在川普時代 定下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北京當局未能從去年開始到今年年底 兩年內向美國採購2000億美金的商品 美方將就這部分與中國大陸儘快協商 而面對與中國大陸各項貿易的問題 戴琪表示並不排除運用包括關稅等等的 各項貿易工具來達成目標 但同時美國也計劃就特定中國大陸的產品 豁免懲罰性的關稅 來協助美國的勞工和企業 在座談中戴琪被問到中國大陸申請加入CPTTP 美國的反應她表示 而戴琪將在幾天內與中共副總理劉鶴進行線上會議 討論彼此之間未能達成的貿易協議 記者林茲惠農業采訪報導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她有說 美方是無意激化跟中國大陸貿易的緊張局勢 在隨後的Q&A的時候 她就被問到說 對於美中經濟脫鉤的看法的時候 記者這樣問 但是戴琪就說 全球的兩大經濟體停止貿易並不現實 美方可能要思考的問題就是 我們要尋求某種再掛鉤 再掛鉤的目標是什麼 聽得出來美國是有求於大陸的嗎 美國智庫呢 皮特森的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嘉里呢 他特別說 戴琪啊 他講剛剛那段話的內容呢 有一些積極的因素 譬如說呢 他提到所謂的再掛鉤 而非脫鉤 美中兩國必須要共存 以及呢 要為中國輸美的商品 給予呢 加征關稅的豁免 但是呢 有一些美國商界團體呢 其實對於戴琪啊 他沒有明確的說 取消對中國大陸加征關稅呢 而感到了失望 因為你還沒有取消相關的關稅 他們好失望啊 譬如說 美國的消費技術協會的主席夏皮羅 他特別呢 就提到說呢 他還發表聲明 表示啊 這個拜登政府應該去結束 某些傷害美國企業 還有消費者的關稅 因為呢 從貿易爭端爆發以來 美國民眾哦 已經額外的承擔了 九百多億美元的關稅成本 在之前的時候 有三十多個 有影響力的美國商業團體 就曾經在八月的時候 寫信給拜登啊 說呢 趕快來削減對華商品加征的關稅吧 認為說這個關稅增加 是增加了你美國民眾 還有企業的負擔 拖累的是你美國自己的經濟的增長嘛 因此呢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呢 他最近也有提到說 中美的經貿關係的本質 是互利共贏的啊 你打這個貿易戰啊 只會帶來雙輸 雙方啊 都會有輸的 那中國大陸呢 一貫是堅持要維護 用世貿組織為核心的 多邊貿易體系 堅定按照國際的貿易規則來辦事 希望呢 美國要尊重市場 還有經濟原則 以及呢 國際的經貿規則 跟中國大陸一起努力 推動中美的經貿關係 健康穩定的發展 所以呢 美國對大陸加徵關稅 反而是增加你美國自己的企業成本 川普政府呢 對大陸來看到 每年啊 課徵總額是3700億美元的商品 加徵了懲罰性的關稅 但重點是 大陸撐過來了 拜登政府呢 還繼續的實施 這個川普的政策 就引發了很多美國 許多最有影響力的企業團體 非常的不滿 認為啊 這些關稅都是 美國進口商在付的 根本沒有打壓到中國大陸 而是打壓到自己的企業 增加了美國企業的成本 美國企業的壓力之下呢 所以啊 拜登啊 根本呢 就是有求於習近平主席的 路透社呢 有特別報導說 戴琪表示呢 將要啟動針對性的程序 讓部分的大陸商品 恢復免徵懲罰性的一個關稅 那美國官員特別提到說 在檢討的過程當中 加徵關稅的做法 是不會解除的 那戴琪說 他不排除呢 要用新的關稅工具 促使中國大陸履行 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的承諾 中國大陸承諾說 要讓農業啊 等這些美國的產品 能夠獲利 他說 美國這邊必須要執行 美國官方有特別強調說啊 北京有承諾 其實在2017年採購的水準基礎之下 在今年的年底前呢 中國大陸要額外購買 大約是2000億美元的 美國農產品 能源 還有製造商品 所以呢 美國真的很需要大陸 多買一點點商品啊 但是到目前為止呢 採購的規模 是遠低於這個目標的 因此來看到 彼得森的國際經濟研究所 有估計說 由於新冠疫情這些種種的因素 大陸到現在呢 達成這個所謂多採購2000億的目標呢 現在達成的比例 大概是62% 戴琪呢 發表演說之前呢 美國就已經針對 中國大陸的貿易政策 進行了好幾個月的內容的檢討啦 跟這個研擬等等的 有一名呢 資深的行政官員 他特別強調說 拜登政府啊 不排除對於北京動用任何工具 但是無意升高雙邊的貿易緊張關係 那這位官員指出來說 大陸呢 不可能 可能不會去改變他們的行為 那美國呢 要擬定策略的時候 必須呢 把這一點要納入考量 有一名官員就說 美國可能採取的行動 取決於大陸如何回應戴琪的說法 美國其實想跟大陸談嘛 所以呢 鋪排了很久 例如呢 華爾街日報在9月24號 當時他早就說過了 說啊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呢 在採訪的時候表示 他要尋求改善美國跟中國的商業關係 而且呢 在中美緊張關係之中 看到了共同利益 雷蒙多還說 他計畫呢 率領美國CEO代表團前往海外 包括就是中國大陸去尋找商機 討論長期存在的貿易問題 不過目前他說還沒有任何安排 而且呢 24號的時候 拜登政府呢 其實也放了孟晚舟 之後被說是要鋪陳想跟大陸談 不過沒想到呢 10月2號的時候 美國啊 又透過了財經媒體 CNBC來放消息 說除了要預告呢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在4號就會宣告跟大陸說 你沒有遵守之前有簽署的美中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就是多買2000億美元的商品 CNBC呢 當時還說美國貿易代表署呢 還要評估可能的處罰措施 包括呢 增加額外的關稅 但現在看起來這增加額外關稅根本就只是含含的帶風向 因為呢 美國根本就沒有底氣 再跟大陸增加額外的關稅 而且呢 美國這個時候說 大陸沒有買夠呢 這個所謂美國的商品 前立法文郭正亮就說 美國會不知道 大陸答應呢 多買這2000億的商品 後面可是有但書的啊 就是你美國不能夠再制裁大陸了 但是呢 美國自己違規 怎麼會叫大陸旅行承諾呢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他是怎麼說的 當初簽那個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那中國也是有但書的 就是說我們就到此為止 你後面不能再制裁我 可是他還是制裁 是啊 他後面還有一大堆科技制裁 對啊 不只啦 後面不只科技制裁 還有什麼簽證的限制 方方面面 所以中國當然就停了嘛 你還用說嗎 尤其那個時候川普還在選舉 他一路加 對不對 那我幹嘛幫你川普助選 所以這個就是雙方 都針對自己有力的講 那你戴琪你怎麼不回去看 那個合一書是怎麼寫的 有沒有這條淡書 顯然就是有嘛 那他怎麼都沒有講 我坦白說啦 戴琪恐怕距離拜登 越來越遠 我才不相信你敢加關稅 對啊 你再加關稅 美國已經在通膨了 政治的虛虛實實 因為非常清楚嘛 就是美國通膨已經非常明顯了 現在連聯準會部分的人 都已經在講了 恐怕不是暫時的 恐怕就是一路下去了 那一路下去你去想嘛 那所有的人手上拿到的貨幣 購買力都越來越低 我今天還在 還看到一個視頻 說嘉玲祖父到那個 美國的supermarket買東西 那現在平均大概只能夠買到 原來的四分之三 就是說他明顯感受到 什麼東西都漲價啦 就是這樣啦 那當然有很複雜的原因啦 疫情也是原因啦 運輸困難啦 那有一些農人可能 有一些外面的勞工進不來啦 中南美洲等等 不管怎樣啦 總之就是通膨的壓力這麼明顯 那你拜登明年要給人家過好日子 最快的方法就是跟中國好好談嘛 因為中國第一個他可以加購 他可以加購農產品 加購人員 是 甚至拜託還可以買點美債 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 你關稅降 那你那個中下階層會立即得到福利嘛 對 怎麼可能還要加稅 我看 戴琪真的是太不懂政治 因為他不用選舉了 民主黨人都快要急死啦 看得不過癮對不對 國際持久對決 記得大家可以補課 美國的經濟能不能復甦 需要大陸幫忙 戴琪有坦誠說呢 中美兩大經濟貿易體無法脫鉤 而是要尋求再掛鉤的目標是什麼 那中美經貿是非常緊密的 但是美國不少政治人物 鼓吹脫鉤反而傷害到了美國 像是大陸觀察者網站有報導 最近幾年來許多外企 逐步將製造業務 從大陸向東南亞國家遷移 其中越南就是最為熱門的地方之一 成為美國服裝 還有協業的第二大供應國 不過越來越多的越南 大批工廠因為新冠疫情影響的關閉了 所以美國服裝還有鞋類的 銷售商的供應鏈 受到了衝擊 就有美國分析師表示說 Nike還有Adidas的這些品牌 面臨到供應鏈中斷的風險最大 因為越南最近一直都是 大陸製造業的強大替代品 但是現在硬是要跟大陸脫鉤 生產鏈卻出現了中斷風險 不只是美國企業搶賺人民幣 英國的梅林娛樂集團營運的樂高樂園 其實也在加速布局大陸市場 已經選擇在上海 四川還有深圳 建設三處的主題樂園 其中來看到位在四川 梅山市的樂高樂園 已經在去年開工了 預計2023年開業 成為大陸第一家樂高主題的樂園 而上海和深圳的樂高樂園 也在2024年預計要開團 那業界人士有分析說 樂高在大陸選址 不是傳統義式的這個 比較核心消費區 周邊的交通住宿這些配套 還需要更完善一點點 而且必須要面臨迪士尼 環球影城這些美國企業的挑戰 以及大陸本土的品牌樂園 也蠻強的 譬如說華僑城的歡樂股 還有華強方特 以及融創樂園等競爭 看得出來為了搶商機 美國跟英國這些企業 可以說都是摩拳擦掌 美國來看到是財政部長葉倫 有預測說10月18號 也就是大概兩週之後 美國政府將會正式倒戰 而參議院的多數黨的領袖 就舒默更是坦承 舉債上限調高法案 必須要在本週送到白宮 但是法案不會來看到 可能會受到共和黨的冷眼旁觀 那民主黨內部也無法達成共識 所以總統拜登就痛批 共和黨是罪魁禍首 聽得出來拜登其實內外夾擊 內部的部分就有債務違約上限的問題 那還有也希望呢 能夠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好好來談一談 美國倒債危機關鍵時間點 就在本週末 民主黨府院高層一致 炮口對準共和黨 而總統拜登不但將舉債上限問題 歸咎於前朝川普的魯莽政策 將美國經濟帶上危險懸崖 而且難聽的字眼沒停過 拜登在記者追問下 更說自己無法保證倒債不會發生 共和黨擺明了不合作 民主黨更是自家鬧內訧 國會成了美國倒在與否關鍵戰場 拜登在國內內政戰場上 焦頭爛額 因此孟晚舟暗示出三億後 拜登不希望對中政策 讓共和黨再有藉口 成為大選攻擊目標 只不過面對美中貿易重要談判 戴琪一面說讓部分大陸商品 恢復免徵懲罰性關稅 一面又說不排除使用新的工具 蠟燭兩頭燒 拜登的窘境可謂左之右處 中天新聞綜合報導 沒錯美國兩黨惡鬥 連拜登的自家人都看不下去 來看到就是美國華裔企業家 前民主黨總統的競選人楊安澤 4號表示 不再成為民主黨人 是一個正確的事情 他發表一份題為 與民主黨分道揚鑣的聲明當中 楊安澤透露 已經將自己登記的投票上的黨派 從民主黨改為獨立人士 他說呢 離開民主黨主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美國的政治體系 由於兩極分化而停滯不前 美國國力是否衰敗了呢 你覺得是嗎 來聊天室我們一起來互動一下 第76屆的聯合國大會呢 第五委員會常會 4號開幕了 大陸呢 常駐聯合國的代表張軍 他在會議上批評呢 某會費大國不顧呢 呼籲還是長期欠費 造成了聯合國的流動性危機 其實呢 張軍強調 維護聯合國的作用 需要所有會員國 都體現負責任的態度 履行應該盡的義務 並且說呢 大陸作為聯合國 第二大的會費 還有違和貪款國 一向都是高度負責 及時繳納的 這番話雖然沒有名講著美國 但恐怕已經讓美國 顏面無光了 美國被說呢 在聯合國的力量呢 不如以往 想要在聯合國發起圍堵大陸嘛 但是力量就是不足 所以呢 川普才會退出聯合國 拜登啊 就算重新加入聯合國運作 還是不斷的開外掛 比如說G7 到四方安全對話啦 以及最近的美英阿 AUKUS 都是怎麼樣 為了圍堵大陸嘛 就不是在聯合國的體系 自己開了其他外掛 來 尤其譬如說呢 美國常常拿新疆人權議題 對大陸說是說三道四 在第76屆聯合國大會 第三委員會舉行的 一般性的論變的時候 我們來看到呢 美國跟德國就針對 比如說涉疆涉港 跟涉藏的問題 對大陸來施壓 但是國際的關注度蠻低的 就知道呢 同樣的招數 其實連西方媒體 都覺得有點膩了嗎 來看到是大陸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 他就反擊說 美國操弄新疆的議題 強調中國大陸堅決反對 個別國家濫用聯合國的平台呢 蓄意挑起了對抗 肩對呢 比如說人權的問題 干涉中國的內政 要正告美國呢 其實要趁早收起偏見 以及傲慢 不要啊 在這個錯誤的道路上怎麼樣 越走越遠了 而且呢 知錯不改 錯上加錯 那張軍說呢 美國是出於政治的動機嘛 罗知罪狀 製造謊言 對大陸呢 進行了無理的指責 所謂新疆存在種族滅絕 就是美國上一屆政府 惡意炮製的世紀謊言 面對呢 這個赤裸裸的政治陰謀 美國居然呢 還全盤繼承了 繼續走這個謊言外交的老路 那謊言 說一千遍 還是謊言 而且呢 事實證明呢 美方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 出於政治的動機 根本就是搞亂中國大陸 阻撓中國大陸的發展 所以呢 中方對此是堅決反對 完全拒絕的 張君佑指出來說 現在國際社會真正需要關注的 恰恰巧巧都是你美國的人權狀況 美國選擇性的忽視 譬如說呢 印第安人的血淚史啦 黑人奴隸的剝削史啦 而且企圖將黑暗 埋藏在過去的歷史當中 在美國當中 還有一些白人至上嘛 歧視非裔 還有仇視亞裔等等的 極端思潮呢 思潮是泛濫不止的 造成非常多的一個悲劇 美國政府呢 積極的 不是是積極 是消極的抗議嘛 對抗疫情 所以眼睜真正看到了 70萬的國民死於 新冠肺炎的疫情 還大搞所謂的疫情政治化跟污名化 企圖轉移國內的矛盾嗎 拖累的就是全球的抗議合作 那您認同張軍的說法嗎 來聊天室 寫下您的看法 張軍有強調說 美國啊 動輒啊 就用民主啊 人權的捍衛者自居 但事實上呢 卻是民主跟人權的最大破壞者 美國譬如說呢 當初憑藉著一瓶洗衣粉 假借所謂的情報 就肆意的發動戰爭 屠殺平民 把炸彈呢 投向無辜的婦女 兒童還有弱勢的族群 導致呢 民不聊生 流離失所 這說的當然就是伊拉克戰爭 張軍還說 美國打著民主人權的幌子 濫用單邊制裁 打壓外國企業 而且呢 破壞國際經貿的合作 損害呢 開發中國家的權益 比如說華為5G等等的 持續系統性的侵犯 相關國家的基本人權 用人為製造人道災難 那張軍又指出來說 如果你美國真的關心人權的話 就應該放棄雙重標準 還有你選擇性的失明 你為什麼不去看看 加拿大寄宿學校當中 原住民兒童的遺骸呢 為什麼呢 不像濫殺阿富汗平民的 盟國士兵 來究責問責呢 這說的就是澳洲 為什麼對於歐洲國家 普遍的歧視和破壞穆斯林的行為 你都沒有譴責呢 張軍其調 張軍有強調 世界需要對話而不是對抗 各國應該選擇合作 而不是製造分裂 正告你美國 還有呢 追隨者 趁早呢 收起傲慢跟偏見 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 越走越遠了 謝謝你的